我的看法是覺得習蔡會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是可能不會在這一屆內 因為你看馬錫慧也是吵了很久 到了馬英九快要下台的大概 他是2015年11月 就是兩年前的11月7號 那那個時候距離台灣的選舉 其實也不到兩個月了 那他其實也是最後只剩下半年的時間 才實現的 那如果蔡英文跟蔡錫慧要實現 恐怕也要等到蔡英文的第二任內 因為他也要向他的支持者交代 其實像九二共識這個東西 其實蔡英文並不是說他完全不能接受 而是他不能講出那四個字 因為過去他在在野黨的時候 他攻擊了太多九二共識了 那他現在如果去接受了 那他就沒辦法去說服他的支持者 繼續支持他 那所以他現在當然就是希望說 中共能夠退一步說 不見得一定要那四個字 可以用別的一些話語來替代 比方說九二的歷史事實 他還聽過很多 比方說我們 他把他講了很多的替代品 或者說他在就職典禮的時候 他也提到過說 會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來處理兩岸的關係 其實就是只要講說 兩岸是屬於一個國內的 一個憲法上屬於一個中華民國國內的架構 其實他這個要解套也不難 但是要看中共他願不願意也退這一步 如果中共他不退的話 可能也沒辦法 那現在中共看起來習近平是更有自信 那就回到剛剛方先生提到 現在蔡英文他有沒有自信 他現在就至少要等到他選舉完第二個任內 他已經沒有那個連任的壓力以後 他才有可能去考慮做接下來的這一步 那現階段我也是覺得 威子 談這個還太早了現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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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